嗨 我是一位 妳是 OK 我們今天呢 要帶大家來新竹 我們新中前五名排行的 老宅咖啡廳 但其實裡面只有兩間我們有去過 另外三間就不知道囉 為什麼這樣都可以排名 管他的 接下來就帶大家跟我們一起去吧 GO 老宅咖啡廳 喝咖啡囉 吃甜點 喝咖啡 因為衛食道逆流的 那就吃雞味不是的 我們沒有幫他打廣告 我們今天來的第一間老宅咖啡廳是維生 這邊的環境呢 它是有分一二樓的 就是它一樓走進去的時候有吧台 但是吧台旁邊有幾個座位 二樓上來呢 它的環境非常的寬敞 那像我們現在坐的這個位置 它是靠窗邊的 比較日式一點 比較拖鞋的 然後風格來說 它比較像是老宅翻新 但是加了一點工業風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我們今天點的餐點呢 有啃琼香料蝦炒蛋 還有飯糰有三粒 我才要炸雞 啃琼香料蝦炒蛋呢 蝦吃起來非常好吃 因為它有用一些特製的醬料下去料理過 然後它搭配的是酸腫麵包 比較脆的口感 然後旁邊有一點沙拉 沙拉也非常的好吃 它三個飯糰都是不一樣的口味 有一個是明太子醬的飯糰 然後有一個它有點像搭配那種魚松 把它裹在一起的那個飯糰 它吃起來很像那個小時候吃飯 然後要搭配那個飯油 把它包在裡面 然後還有一個裡面是有那個杏鮑菇的 對 而且裡面非常有味道 這個餐點很特別的是 你看它你會覺得好像就這樣精緻小巧 可是其實吃起來很飽 我們今天點的飲料呢 有一杯是蜂蜜拿鐵 比較特別的是它上面有附一根蜂巢 原本以為這個蜂巢吃起來會很甜 就是不是吃起來就很像那個塑膠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是塑膠 應該是我沒有吃到甜甜的地方 而且那蜂巢很漂亮 我一開始還想到是假的 我不肯吃 我們今天來到了第二間老宅咖啡廳呢 是李克成博士故居 那這間咖啡廳它是在一個巷子裡面 在那個新竹大圓白旁邊的巷子進來 那這間咖啡廳它的特色就是它保留了整個日式的建築 不管是它的外觀還是你走進來 都保留了它的很原始的風貌 而且呢它是要拖鞋子進來 那這邊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料理通通都是跟吐司有關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日式建築 以及喜歡吃吐司的朋友 非常歡迎你們可以來找Dr. Lee 把它叫Dr. Lee看病 這很好吃耶 這很好吃耶 這很好吃 而且你看這中間還有巧克力 不不不巧克力 草莓醬 它上面這個有一點點偏黃的是鹹乳酪 但是它下面裡面是一般我們吃到的那種甜的鮮奶油 然後我覺得綜合在一起很好吃 現在要來吃這個香蕉卡士達 我也要把它掰成一半 掰開流 雖然我剛剛有吃到香蕉片 但是這個奶油裡面也有一點點香蕉的味道 然後它還有一點巧克力在裡面 所以如果很喜歡吃爆炸甜的這一罐可以選 蠻野首選 它的奶油跟它的水果給的都粉大方 害怕鮮奶油的人真的可以試試看 因為它跟一般蛋糕的鮮奶油是真的很不一樣 它就是那種濃醇香的奶油 濃醇香款的奶油 這一間咖啡廳呢 它走進來的時候呢 一樓是有吧台 然後會有一個小小的展演空間 然後在旁邊呢 還有一個很大的書櫃 而且這個書櫃呢 它是有那個桌花做成的書櫃 然後上面擺很多書 是可以讓你們買回家看的 然後走到二樓之後呢 二樓旁邊也有一個展演空間 然後走進來座位區之後 你會覺得這裡很像是一個室內的植物園 就是你不管坐在哪一區的座位 旁邊都會有植物園繞整內 我今天點的呢 是我個人非常喜歡喝的手沖咖啡 這個是哥斯大梨加冰的 然後你們看它給我的冰塊 是一顆這個圓滾滾的冰塊 我們把它倒下去 咬一下 不是屁股不用咬 好清爽的味道喔 它感覺像是中焙 沒有到很酸 也沒有到很苦 然後剛剛看Menu上面有說 它裡面有一點點牛軋糖的味道 但是我剛剛喝我覺得 牛軋糖的味道好像沒有那麼的明顯 但每一個人口感不一樣 就大家可以試試看 接下來要喝的這一杯是OK點的 是這個 玫瑰醉加拿鐵 欸很好喝欸 我有沒有以為 因為它的介紹有講到那個醉加 在印度是被稱為人生的概念 但我們很害怕喝起來會有很苦澀的人生味道 但是它完全不會 是很順口的那一種熱拿鐵的味道 它雖然講拿鐵 但是它裡面其實是沒有加咖啡的 那它醉加喝起來很像芋頭味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這個是 馬告豆泥佐新竹水潤餅 就是這樣子 印度的感覺 欸很像印度抓餅的感覺 好大印度 剛我們沾的那個呢 它是那種鷹嘴豆泥 然後裡面有加那個馬告的香料 豆泥其實吃起來有點微酸 然後再加上它的調味又香料那種 像像的那種鹹味 我覺得這一道料理很給我有一個驚喜感 因為大家都知道新竹的水潤餅 它是那種古早味的零食嘛 以前大家都是直接這樣吃 可是現在就是加了這個不同的沾料 然後你吃起來就蹦出新滋味 這裡的環境啊 除了本身這邊是老宅建築以外 你也會看到這邊有很多的家具 是比較舊式的 像是這邊有很老舊的這種電風扇 這種很復古的櫃子 就整個環境會讓你覺得 很像你到鄉下去拜訪阿公阿嬤那種感覺啊 就是很愜意 我個人非常喜歡江山易改所這間咖啡廳 主要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去一些很獨立的小店 然後我覺得這裡呢 它是非常有個性的小店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也喜歡這種有個性 然後很有自己風格的獨立經營的小咖啡廳 就是分享給大家 下一家咖啡廳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到的是赤子咖啡 但是呢這間咖啡廳的地理位置比較難找一點 所以這邊簡單跟大家解說一下 呃它位於呢新竹的三角公園 還有我們帶大家來過的這個中央市場的對面 的這個巷子裡面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帶大家走進去 去喝咖啡囉 GOGO 哇這邊又更多玩具了 而且有很多的扭蛋機 都是那個一騰刃二 這邊 這就是一個購物區 沒有啦 因為老闆娘本身很喜歡古著的東西 所以這邊有很多不同的古著的服飾 啊 看誰啊 要買嗎 嗯很秀啦 很小趴啦 要買嗎 現在就來幫大家示範怎麼喝這個飲料 先稍微攪拌一下 摸一下流汗 好了趕快 它那個紅茶的香味 把它那個柚子的香味整個提升向來 提升向來 這個香氣會在你的嘴巴這樣砰爆炸開來 真的假的那麼誇張 嗯 不知道為什麼喝起來也有一個酸酸的味道 我在猜有可能是這個咖啡的還是淺焙的 但是搭配它這個好像是香草口味的冰淇淋 整個也很清爽啊 嗯 在這邊呢 唯一的缺點就是 拿筷子會消到這個 對 我剛剛想說什麼 不要小心 不要破掉 來赤子喝飲料一定要喝完 因為你會得到一個驚喜 你看我的飲料下面有人在看我 這個沒有喝完是不知道的喔 接下來 帶大家來到的下一間咖啡廳 是位於新竹市將軍村裡的糧式咖啡 我們話不多說 馬上就帶大家出發 我們走 走 我們走 到了 我們最後來的這一間糧式咖啡呢 我覺得它是 我們這一次來所有的咖啡廳裡面 它的老宅風格是更明顯的 那雖然它的店裡面沒有放太多舊式的家具 但是呢它的裝潢 完完全全的凸顯了老宅的精神 因為像它的建築啊 就是保留了那個磚頭 還有水泥最原始的樣貌 就是雖然很赤裸 可是你就會覺得它保留這些老宅最原始的樣子 這家店呢它的蛋糕種類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是很喜歡吃很多不同口味的蛋糕 就是也很歡迎可以來糧食這邊做做 雙層枝麻乳酪蛋糕 雙層枝麻乳酪蛋糕 這款呢它的枝麻味道非常的濃郁 你堅持呢就像是有 十顆芝麻 然後在嘴巴爆開的感覺 但是它完全不會到很甜喔 然後搭配這個下面的乳酪 我覺得口感非常的有層次 然後這個呢 它的外表看似一個平凡的小女孩 其實它是一個唱死驚的搖滾樂圈主唱 Give me lemon 從最上面的那個檸檬醬呢 就已經會讓你吃到滿滿的檸檬香味 然後接下來呢 它的蛋糕體本身完全不會乾 搭配中間的這個乳酪醬 整個搭配在一起 就是雷蒙啦 很雷蒙啦 這個呢 我覺得它是我心目中今天三個蛋糕 我個人蠻喜歡的 因為呢 蛋糕本身乳酪優格 我覺得搭配得非常好 它入口即化 然後呢也非常的清爽 我覺得是挑選過的葡萄 吃起來很好吃 整個搭配在一起呢 就是也不會很負擔 真的蠻像你好像在吃真正的優格 那個乳酪跟優格已經 你知道融合在一起 密不可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呢 讓我很驚豔 我覺得這五家的特色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聽 比如說像維生 它在它的餐點上面呢 就是下很多功夫 所以我覺得它很有心意 江山藝改所 那它主打的就是植樹料理嘛 然後那邊也有很多文藝 然後我們還去了 立克承博士故居 的那個咖啡店 因為它整個環境啊 打造很日式 所以我覺得它很有產意 然後呢 我們還去了這個赤子 赤子就是有很多玩具 很多的玩意兒 然後最後來了這個糧食甜點 當然就是很有良意啦 哈哈哈哈 這一支影片呢 我們就是分享了 很多新竹的老宅咖啡 那如果大家看完了 覺得有點意思啊 請幫我們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歡迎大家來新竹喝咖啡 我是依慧 拜拜 謝主龍啊 然後我們還去了李克群 李克群 說說說說說說 你愛我背不及我大合同